由小到大都很想去開餐廳 可以用一種食物 或者給一個客人 而令到他們很開心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感覺 而滿足感是很快的 不像你去做一件art piece 需要很長時間 烹飪是一個很快會有滿足感的感覺 Gracuse Pantry 一直開始 都是想推廣一個生活風格 不是逼你去吃素 不是要你去減低你的肉量 用食物做一個推廣的意念 吃了我們的食物 都覺得你不失去肉 經營一間餐廳 已經不是一個難處 每一樣東西都差不多經歷過 你經歷過之後 你下一次就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已經知道如何解答 有很多人會覺得 一天翻14個小時 16個小時 你傻的 我四十多天都沒放過假 但我覺得不是一個難的東西 physically不難 即使我五尺二 只有九十多磅 一個星期做100個小時 110個小時 不是難的事 總之你有一個信念 還有一個power 為何要繼續做 再做好一點 我覺得是很容易去聽到的 在一個餐廳的形式 其實是一個很吵 很多人 還有很需要溝通的地方 變成我一有時間給自己 我就要很清靜 所以就喜歡逛逛山 在大自然 自己一個人 看書 是很簡單的